女人正在暗恋你,她常会说六句话,你是否听说过? 女人在暗恋你,她会用潜移默化的语言来述中长。 若你能听出来她的用心良苦,你们之间将会达成天作之和。 反之,你和女人将会背道而驰。 若你依然单身,不是你生不逢时,而是你错过数次战绩。 为了避免你再次错过求之不得的缘分,以下女人正在暗恋你。 她常会说六句话,还望你铭记于心。 到时对号入座,假以分辨,假以时日,你就可以轻而易举,摆脱单身。 一,我和你相处会深感前所未有的感觉,让我说不清,道不明,我的胸口仿佛有小路乱撞。 女人之所以会这样说,是因为她动心或动情了,最起码她对你有演员,或许你即将成为她的初恋。 这种女人可遇而不可求,她尚处于懵懂期,对待男女之情,充满好奇和神秘。 她对你只有突如其来的好感,绝对没有蓄谋已久的恶意,否则女人不会跟你讲莫名其妙的话。 啊,从小我就羡慕有哥哥的人,只可惜我没有。 你能成全和满足我儿时的愿望吗? 我认你当我的干哥哥,你认我当你的干妹妹怎么样? 女人刻意拉近你们之间人与人,以及心与心的距离,最起码能够堵住知情人的流言蜚语。 通过这任耳目达到日常来往,会方便的目的。 毕竟出师有名,即使你们孤男寡女独处,别人也不会胡思乱想,否则就有想法,窝措的嫌疑。 三,你是如此优秀,估计你早已有女朋友了吧? 方不方便介绍给我认识,我要向她学习,争取找到接近你的男朋友。 将来我的男朋友有你一半好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女人是用事态性的语气,无论你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,女人都不会尴尬,顺便她声明了自己的立场。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,外家对女人情有独钟,你可以大张旗鼓撮合你们之间的关系。 她既没喜欢的对象,又无处找跟你接近的男朋友,你就当仁不让。 四,过年我不想回家,不是我不想,而是回到家,我就会被吹婚或逼婚,我是现代人。 相对于父母之命,媒妇之言,我更加倾向于自由恋爱,依你之见,我是不是太固执和任性了。 女人找你谈话的动机就不存,何况是谈婚姻大事。 女人试图让你了解她的感情情况,无论好的情况还是坏的情况,都会脱口而出。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,女人需求的大门向你敞开,如若你常去植入拓展她的市场,女人会来者不去。 如若你只是安慰女人而已,想必女人会信心离开,没有留下的必要,纯属自讨没趣。 五,最近你看那部火热的电视剧了吗?我好憧憬演绎的爱情,我发现你跟男主很接近,不仅形式,而且神式,不同的地方在于你比男主真实。 女人是在声东击西,以及借景抒情,你和女人聊天,要反复揣摩她的语境,毕竟男人和女人之间纯洁的友谊少之又少。 她不厌其烦地接近你,况且交谈男欢女爱的话题,你不要继续无动于衷,否则女人不是怀疑自己心引力薄弱,就是质疑你的性取向。 特别是喜欢看电视剧的女人,她的想象力极其丰富,简直是天马行空。 六,你睡了吗?我睡不着。 今天我的闺蜜正式宣告脱单了,我的心里就此彻底失衡了,我自认为既比她好又比她强,我就是想知道你们男人是不是喜欢重口味,不是我蓄意挖苦和诋毁我的闺蜜,只是我实在不敢恭维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,部分漂亮的女人通常会找丑陋的闺蜜,或许能够烘托自己的美丽,丑陋的闺蜜跟着漂亮的女人虎假虎威,简直是各取所需。 体验被男人倾慕的眼神注视或扫视,女人在诉说她睡不着觉的原因,可见女人在旁侧敲击鼓励你,此时不出击等待何时。